轰炸台湾 那些台湾人不愿承认面对的真实历史译文 获得作者授权 Blackjack转载 原文网址 网页链接 全文转载如下 美军为什么要轰炸台湾 那些台湾人不愿承认面对的真实历史 曾经轰炸东京 在广岛长期投下原子弹的B-29轰炸机 台湾没有荣幸享受B-29的燃烧弹火攻 二战美军为什么要轰炸台湾 这是个单纯到可笑的问题 台湾在1895年由于甲午战争战败 被蜻蜓割让给日本 沦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 直到1945年二次大战胜利 日本投降后才基于开罗宣言 波磁坦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的宣告和规定 得以回归中华民国 因此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台湾都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 既然日本对美国发动战争 美军轰炸日本帝国的一部分难道有什么不对的吗 不管美军轰炸台北 台南 高雄 嘉义等地都是正当的战争行为 队长原本以为 这应该是每个人的尝试 但很遗憾台湾似乎有很多人 连这么一点正常人该有的尝试都没有 而且还要怪客本没叫 怪客刚不好怪 怪东怪西就是不怪自己不会吸收历史之事 既然如此 队长只好从头详细说来 台湾是日军的作战基地 民国261937年 日军在中国的千年古都北平引发了七七卢沟桥事件 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开战 就是813松户会战 第二天8月14日 日本海军的陆屋航空队和木耕津航空队当时日本没有空军 而是陆 海军各自建立航空队彼此较劲 这两支航空队都是属于海军的各派9架轰炸机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 前去轰炸上海 没错 是日军先从台湾的机场跑去炸上海的 只不过因为台风的关系 这些轰炸机没有飞到上海 反而被吹到浙江上空 814空战中日军派出的96式陆宫 原本设计为长城鱼雷攻击用 挂载普通炸弹的96陆宫 其对地攻击性能并不理想 814那天日军派出的飞机叫96式陆上攻击机 原本不是设计用来轰炸 而是做长城鱼雷攻击用的 这是因为日本海军处心机率要对付美国人 既然美国人船多 日本就用大量飞机丢鱼雷去对付美国舰队 因此特别设计了超出当时一般飞机航程的鱼雷轰炸机 所谓的陆上指的则是这种飞机不能从航空母舰上起飞 必须在陆上机场起降的意思 但是日本还没跟美国开打 中日就先开战了 结果日本海军就派这种飞机装上普通炸弹 去轰炸上海 而当时日本帝国境内的陆上机场 在96式的航程内能飞到上海的就是殖民地台湾台北的松山机场了 这种96式陆宫的设计有个很大的弱点 就是为了减轻重量 增加航程 导致机身装甲薄弱 814那天日军机群被台风吹到浙江上空 遭遇到中华民国空军 没错 中国已经有空军了 而且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跟苏联都有 但是日本的头号假想敌美国还没有派出的拦截机 战斗机 当时中国的拦截机是老式的双翼机 看起来好像不是日本新式轰炸机的对手 不过实情却是中国空军像射火机一样 狠狠修理了日本海军航空队一顿 击落两架轰炸机 另一架返航后迫降坠毁于基隆和平岛 还有一架降落松山机场之后因为机身损伤过重而报废 其他没被击伤 击落的日军轰炸机 也没一架飞到上海 只好随便把炸弹扔下去然后返航 抗战出其中国空军的霍克3双翼战斗机 814空战油画 可以看到双翼的霍克3跟日军96路攻 这场空战就是有名的814空战 不过不管此战胜败如何 也不管日军轰炸机没有炸到上海 他们的确是有轰炸上海的意图 之后等到搅局的台风远离 日本海军航空队也确实轰炸了上海 而台北松山机场 正是被用作日本侵华战争的作战基地 所以每次台北市长选举 民进党老是想要废松机 是不是打算湮灭历史咧 当然事情绝对没有就此告一段落 1941年12月7日 日本偷袭了珍珠港 日方处心机率 蓄谋已久的美日战争终于爆发了 在东南亚首当其冲的就是受美国殖民统治的菲律宾 这次日本海军航空队 又是派出轰炸机从台湾的台南高雄基地起飞 去轰炸美军的克拉克航空基地 日军寄取了上次814惨败的教训 没有直接跑去炸马尼拉 这回美军虽然拥有比几年前的国军更先进的战斗机 却惨遭日军偷袭 机场被毁 一下就失去了菲律宾上空的制空权 换成日本新型的零式战机跟仪式陆宫 把美军战机当成射火击打 日本海航仪式陆宫 上与96式下的比较图 仪式陆宫原本也是设计成长成鱼雷攻击机 其性能较96陆宫有所提升 美军在菲律宾的FRA水牛式战机 虽然图上画得好像很威猛 实际上不是日本临战的对手 既然从台湾起飞的日军飞机 跑去炸了上海 也炸了菲律宾 那后来美国人派飞机炸回来 也只不过是做该做的事而已 套句电影台词这是战争吗 1944年美军在诺曼蒂登陆前后 也是派出大量轰炸机去轰炸被纳粹的国占领的法国北部 攻击所有公路 铁路 城镇以及其他基础建设 当时统治法国本土的是维奇法国 宣称自己是中立国 还不是被英美联军入侵 然后扶植外来的戴高乐自由法国政府 美国参战以前 世界上多数国家包括美国自己本来都是承认维奇法国是法国合法政府的 法国人也没有因此认为自己是战败国 整天纪念美国轰炸法国啊 相反的靠着戴高乐出一张嘴 法国不止当了战胜国居然还成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法国人都说是戴高乐光复 解放 和巴黎 美军是来帮自由法国打纳粹的 可不会故意找查说自由法国政府轰炸自己的国土跟国民 同样的二战美军收复被日本占领的菲律宾 一样空袭了菲律宾 韩战的时候美军出兵帮南韩抵抗北韩 一样轰炸了韩国境内各地 南韩本来也打算趁机统一北韩 因此38度现以北的国土当然也要算数 这种事情本来就没必要隐瞒 也没人去隐瞒除了那些自欺欺人 宁愿认同日本殖民统治又想靠美国武力保台 因此世界观不能一致的绿色团体 才会扭曲历史说美国空袭台湾是天大的历史事件 而且一定是AWAPS有意欺骗 隐瞒真相云云 二战时英美盟军不止空袭 还在法国北部跟纳粹的军机站 美军为收复菲律宾 也曾空袭日军占领的马尼拉 台湾提供日本战争人力与资源 队长也知道 一定还有人嘴硬不服气 认为日军去轰炸上海 菲律宾是日本的事情 跟台湾人无关 事实上从1937年日军就开始在台湾征召军夫担任军中杂役 但相关数字被日本军方列为军事机密 战后相关资料多半被日本销毁 无法得知确切数字 不过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年 日本开始在台湾实行原本在朝鲜推行1938年起的特别志愿兵制度 原本预定征召1000人 结果全台居然有近42万6000人报名 当时全台人口约580万人左右 这42万多人就占了男性人口的14% 这次录取的第二年都被派到东印度群岛 印尼 旅宋岛 菲律宾 马来半岛等地为日军作战 第二期更有多达60万人主动报名 超过全台人口的十分之一 最后共有4000多名志愿兵被陆军录取 除了陆军以外 1943年第一期的海军特别志愿兵也有31万6000多人报名 而到战争结束为止 台籍海军特别志愿兵总数超过了1万1000人 还有许多曾经到日本工厂造飞机的台湾人 视日本军方以办公办读为号召 海军军署身份的台湾少年工 当然这些人并不都是因为日本的皇民化教育 军国主义宣传而想志愿从军 多半是因为当时日本军人的社会地位高 待遇也好 比如每一餐都能吃到肉跟白米饭 而殖民统治下一班台湾乡下人却吃不起肉 只能吃番薯千煮稀饭 所以想跟日本人平起平坐 但是不可否认的战时台湾确实给日本的战争提供了人力资源 这些台湾人制造的飞机 很多被用来对美国军舰实施神风特攻 日军神风特攻撞击美国航空母舰许多神风特攻队使用的飞机 是台籍工人制造的 当时台湾人兴高采烈欢送特别志愿兵入伍 去打美国人既然如此 被美国人轰炸又怎么可以有怨言 另外由台湾原住民组成的高沙义勇队 1942年曾在日军入侵菲律宾时与美军作战 因为作战凶狠 熟悉热带丛林生存之道 日本又在台湾扩大招募 派往对美国和澳洲联军作战最前线的新几内亚 后来日军节节败退 为了守住菲律宾的旅宋岛 又派出一批原住民前往增援 总计投入对美军作战的台湾原住民共有四五千人 其中大部分都在前线战死 不管怎么说 台湾人都参加了 而且还有很多人是志愿参加 对抗美军的敌对行为 不像法国人 菲律宾人是主动组成游击队暗中抵抗纳粹 日军的占领 既然连法国 菲律宾都不能免于美军空袭 美国人跑来轰炸为日本帝国打仗的台湾 也只是正常的战争行为而已 除此之外 当时台湾生产大量甘蔗 而制造这堂的副产品糖蜜 Molasses能加工制成工业酒精 用于无烟火药的生产 无烟火药当然是军火 也就是会被用来在战场上攻击美军的武器弹药 加上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两年间 原本一直不愿意接受台湾人大量入伍的日本军方 终于被迫在台湾实施征兵制 总计征召的台籍日本兵达到20万人 总之台湾的人力和台湾的资源都被日本用来从事对美国作战 那美军来轰炸台湾 岂不是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的战争行为吗 至少台湾人也没资格责怪被日本侵略的中国还有被偷袭的美国吧 美军轰炸台湾 将糖厂和日月潭发电厂 重要城市和港口一起列为打击 目标理由在于制糖的副产品能用于制造军火 不成的航空母舰 太平洋战争末期 随着日本联合舰队节节败退 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也损失惨重 于是日军计划在台湾建设大量空军基地 当成不成的航空母舰来抵抗美军的进逼 甚至在台展开陆海空大决战 1944年下半年 日本在台湾集结了1200多架战斗机与轰炸机 而美国为了反攻菲律宾 也有必要先行压制在台湾的日军航空兵力 于是太平洋舰队派出了多达17艘航空母舰 6艘战舰 4艘重巡洋舰 10艘轻航洋舰和50多艘驱逐舰组成的庞大舰队直扑台湾东部外海而来 从10月12日开始 日军连续5日对美国舰队发动大规模空中攻击 日本方面宣称集成航空母舰11艘 集伤8艘 集成战舰4艘等 总共集成每舰45艘 但是实际上 美军只有2艘航空母舰受损 一艘重巡洋舰重创 损失战机不到90架 日军反而损失300多架 美方认为约500架战机和轰炸机 同时也没达到给予美军舰队严重打击的目标 在台湾的日军战机不是在这次台湾航空战当中损失 就是在随后的雷伊泰海战 美军登陆菲律宾的情势下转网旅送支援作战 留在台湾的航空战力急速减少 故城的航空母舰神话在诞生之后 很快就宣告终结了 参加台湾航空战和雷伊泰海战的美军舰队 台湾航空战并未达成日军希望削减美军舰队战力的目标 美军在雷伊泰湾登陆的景象可谓轴炉千里 惊奇必空 最后是日本海军强鲁灰飞烟灭 自从太平洋战争一开始 台湾就一直是南洋资源运往日本本土 日本的陆海军以及作战飞机南下南洋的中继基地 美军反攻菲律宾之后 日本帝国的南洋生命线宣告中断 台湾也成为孤悬在外的饥勒 因此台湾才没有像流球那样被美军登陆 甚至发生日军强迫大量平民自杀的惨剧 在空袭台北的时候 美军还特意瞄准大多是日本人居住的城中区 避开台湾人较多的蒙甲和大道城 主要就是顾虑到蒋中正和国民政府的立场 对台湾人手下留情 而且相较于拥有港口设施和较多工业的基隆 高雄等城市 美军对纯属政治目标的台北的轰炸规模其实很小 比如美军总共在高雄投弹2500吨 在基隆投弹1800吨 而在台北只有300吨 在1945年3月的东京大轰炸中 美军对东京市中心一次就投下了2000吨燃烧坛 日本本土遭受空袭 只是战争的必然结果 抗战时中国遭受日军空袭的不止上海 还有武汉 重庆等大都市 在欧洲战场 德国跟英美盟军也互相空袭彼此的大城市和工业重镇 何况那么多年的战争下来 中国和东南亚有无数平民遭受残酷的战争波及 本来就没有对平民无害 不会误伤无辜的战争这回事 台湾人没有正面面对真正无情的战火 只能说是历史的幸运 岂有反过来责怪战争不人道的道理 毕竟战争本来就不人道 但是发动战争的是日本 志愿参加战争的是台湾人 台籍日本兵也有在南洋参加虐待美军和盟军战俘的记录 史实聚在没有一点偷换概念的余地 大轰炸后几乎化为一片焦土的东京市中心 台北并未遭受磁灯毁灭性打击 空袭东京的B-29轰炸机宫崎骏的动画萤火虫之目曾经描写过真正的美军空袭的可怕 1945年国军已经获得美国援助先进的P-51战机 性能足以压制临时战机 1945年美军轰炸台湾 使用的是在弹量较B-29略逊一筹的B-24轰炸机 现在很多绿色独派团体企图偷换概念 把中华民国是战胜国改成台湾是战败国 好好的抗战胜利不纪念 天要纪念一点都不大的台北大空袭 简直就像身为法国人 却把带高乐的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自由法国斥为流亡政府 而纪念围棋法国的战败一样荒谬 明明是台湾人没有认清严重的后果 自己要跟日本帝国一起玩危险的战争游戏 不去反思当年的历史 却要把由此导致的战争损害说成天大的冤屈 队长只能说这样歪曲历史的人是非常卑劣的 美国华府国商日游行中华民国抗战的贡献至今仍然被承认 华府国商日游行的飞虎对花车 link别再小确信了知道村上春树吗 授权根据 韩管人见 本文于2021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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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